《陸佛的藍藏》 這個獨佛的名字叫 《陸佛的藍藏》 所有的東西就是我在追求一個 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桃花源的烏托邦 又或者究竟是否一個烏托邦 只不過是一個這樣的境界 但是那個藍藏 我有少許都覺得是我的本性 所以那個《陸佛的藍藏》 我覺得正在形容整個景 亦都是講我自己的特質 和性格或者狀態 當時去鯉魚門 或者是銅鑼灣、西灣、鮫嬌灣 去到葵涌那邊去撿石頭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機遇 因為我們看回地圖 去找一些我們可以看到的最古老的海岸 在香港現存的 但是原來就算在這一兩年間 Google Map已經不更新 我們去到橫花川那邊的位置 但是原來那個石灘已經是淋了 你不可以再下去了 各樣各樣各樣 你進去就不讓你進去 所以我們這一種狀態 我不是說很現在的香港 你永遠不知道 你等了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是有沒有用的 或者是能否實行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在第一間房間 其實我就放了五百個倒了帽的石頭 就是把我在五個地方的十個石頭 各自倒了十件 而這十件包括了石屎 這個是原計劃 但是因為在期間 我被人通知 我之前那個鑄銅廠 他九月就要關閉了 我自己其實挺憤怒的 我和這個鑄銅廠 合作了十幾二十年的事 所以我第一時間覺得 既然我要鑄銅廠 那不如我找他 他最擅長其實是做沙母 所以我就情商他 好不可以幫我做沙母 做鴻和做鋁 因為鋁有些比較紀念價值的 就是他那裡還剩下一些 在香港一些舊的引擎 就是那些船、車、引擎 那些是非常漂亮的殖民地時期 剩下的女生的引擎 所以我就情商這位律師傅 就幫我做二十五件女、二十五件童 那其實都是他的選擇 因為沙母有他的某一種限定 所以有趣地就是 我的計劃一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預計會有這些物件的出現 結果他就好像 你可以說是一個祝福 又或者是一個祝福 那他就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間房間的感覺 是一種可變性很大 但他又好像很愧症的一個寶寺 中間我是攝拆了一些彩蛋 現在又流行說彩蛋 我當時是覺得彩蛋這件事很有趣 所以我就放在腦裡 但蛋又是在我們的生活中 有一個治療的作用 我每天都有吃兩隻蛋 蛋是一個很治癒的狀態 因為它圓圓圓 你落在手上 你應該是很舒服的感覺 所謂的彩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意外 也是一個驚喜 可能是一個祝福 又或者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都安排在第一間房間的出現 那我就叫做太上老君的年老 因為整件事 我都覺得雖然是一個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我也想跟著那種 孫悟空精神 我覺得是 他等待那五百年 我想他都是有他的古靈精華的做法 可能捉蟲 跟螞蟻玩一下 跟蜜蜂玩一下 所以我覺得那五百年的等待 是可以活潑一些 所以那個是當年他在太上老君的練奴 練了七七四十九日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一個鍛鍊 第二間房間 其實是有一點內心的位置 我發覺在每一次我的過展 我都是留一個角落給自己 這次好像都不是很例外 兩間光殘殘的房間 我仍然留一間細房 給自己做一個訓練的樣子 那個訓練裡面有 我會覺得是行走的教堂 有充實的教堂 我隨時都可以躲起來的一個布袋 有一張分成兩邊的椅子 在兩個角落頭 還有我上次在三棟屋裡面 我覺得只有晚上才可以欣賞到的風景 就是把那些字反光上去 去到第三間房間 就是它又出現了那種飄的狀態 飄的狀態有少少是一個 可以說是自己對未來的上像 因為我放了兩幅水 一個是不鏽鋼 一個是木頭 其實兩個是很類似的 非常非常類似 但是因為它的物料不同 你知道它其實不是直接是鑄造出來的 它們是類似的 不鏽鋼那件是鮮的 然後因為我心中有結 所以我就再做多一個是木的 而在木那裡 我就裝了我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種是一種很起伏的心情 但是你會看著水 你就知道它很起伏 而在中間就會有一塊文人石 這個文人石是一位 畫國畫的前輩送給我的 那它不要了 那我猜人生總有取捨 去到它要取捨的時候 它寫了這塊石頭就給我 那我用這塊石頭 我已經做過幾次的 放在我的作品 或者是設計裡面的 這次也不例外 我把它放出來 其實有少少正如我剛才所說 它本身是一個 其實要花很多錢 人們花很多錢買的東西 但是去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總有一些東西要捨棄 我覺得它是一個 被捨棄的君子那種感覺 而君子當然是 我都敬重它曾經都 好像被人很尊重 或者是它有它的某種文化合意 但是去到現在 在我的工作室 你知道我是一個粗人 我對付它的時候 我就想起 孫悟空呢 他經常就是拿個金光棒 隨意地動在一塊石上面 然後呢 他就說 拔出一條行毛 然後就會變很多的 無論是他想變什麼 他就可以變什麼 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就說 好了 我就做一個金光棒 插在國民人石上 我想要變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變了很多魂出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在我這一兩年 我開始覺得 我作木 都不像以前那樣 以前呢 你只是想 我要將木拼起來 有多大拼多大 拼到 總之出到這個門口就可以了 又或者 我安裝組合 它成為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呢 這一年呢 我就好像對著木 好像順了 我自己去看 我現在在工作室剩下的木 例如好像這些木 都是我以前剩下的木 例如這些孔 因為之前的作品裡面 是很大的孔 它完了之後 我逐個木拆出來的時候 那些孔還在 我也有它 就好像這種木 其實我已經 做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而這個呢 都仍然是剩下的 你看一下這些形狀 其實本身 就是因為它剩下的 所以留下 所以我今次呢 我就覺得 其中一件事 就是幾想將這些 剩下的木 一邊變成雲 很薄的雲 那當然呢 當然呢 我也都是想 遺留它 某一些的靈角 就是這個 我就非常之喜歡它的形狀 所以我就留下這些的形狀 那有一些呢 就是我只留下某一些邊 讓你拍到就是 它曾經是一塊荒木 而變成的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但是呢 我那些木呢 不知道哪裡買的 很漂亮 那我經常都跟它們說 其實就是那些雙把木 那些一塊塊 一片片 那我只不過是把它砌 那今次 亦都可以這樣說 我就把我自己 被人看到的那種的魔法 拆開 被人看 其實我沒有魔法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的木 其實 然後 究竟這一束雲去哪裡呢 我其實是不知道的 尤其我這次是第一次 在這間畫廊去創作 也可以說 第一次跟一個商業畫廊 去處理一個過展 對我來說 很大的驚喜 你也要很好奇 其實對我來說 好奇 是比較多的 因為我很好奇 一個商業畫廊 是怎樣運作的 他們的風光 我其實都覺得很羨慕 所以我跟他們說 我很想看這幅牆背後 有些什麼 那我就說 可不可以留回最後那幅牆 可不可以洗拆一些痕跡出來 最初我以為我會 擦到磚 但是他們說 不是的 全部都是假板 我都覺得已經很有趣了 其實 我說好 那我就擦那些板 因為他們每次展覽都要去 又有床的孔 我覺得如果是令到那些孔出現 而組成一些很有趣的 所謂真實的場 可能會顯示這個商業畫廊 真實的一邊 所以我就把一個 我叫Stary Day的一幅舊的作品 拆下來 寫在那裡做見證 Stary Day 其實是說 日後的時候 星星都還在那裡 你看不到它 但是它也見證著你 那幅作品其實是 旅行了整個東亞 東歐一個圈 然後回來的 我覺得它應該見證我 這個很重要的時刻 所以我就把它拆開了 因為它之前是 在那個畫面裡面 它很精神地去看 我這次想它很輕鬆地 一個疲勞地 在這裡見證著我的現在 和希望它見證我的將來 這三間房間 它好像電影一樣 即是說 好像現在在現在 譬如說石頭很現在 現在的狀態 突然間你又進去 晚上的反思 跟著又跳回去 一個夢境裡面 又或者是不真實的狀態 所以它不是一個 但是在電影的演繹方法 它一定有時間性 所以這個Linear 是你自己走的時候 變了Linear 但是它本身所謂的安排 就不是的 其實這個展覽 是說我這九年 自從我上一次solo 到現在的心情變化 我等待了很久很久的一個機會 我終於有一個過展 那期間我等待了些什麼 這個城市變化了些什麼 我身邊的人 它又有些什麼的改變 而令到我有改變 那我中間自己反思了些什麼 還有我對將來的期許 就是這樣 對於是 我而言 我對我來說 我來解釋 你了解釋 感谢观看